据纽约时报报道 奥巴马的改革不会像总统顾问委员会建议的那样深远 总统顾问委员会建议奥巴马下令国家安全局停止储存千百万用户的电话记录 转而让电话公司或者第三方来储存 纽约时报说奥巴马星期五不会下这个命令 不过他会要求国会帮助他决定储存资讯的最佳方案 美国国家安全局说广泛收集所谓的原数据是反恐需要 要求国家安全局转交电话记录的提议是为了缓和批评 批评人士说收集大量资料威胁到个人隐私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詹姆斯·路易斯说 根据这个提议国家安全局需要法律授权才能获得包括电话记录在内的资料 可是不能获得通话内容 电话公司已经有了原数据 不管怎么争论原数据就是你的电话账单 所以电话公司已经有了 什么时候国家安全局想要就可以凭法律授权书来索取 国家安全局不需要再储存 电话公司早就有了 律师迈克·萨斯曼说 他的电话公司客户担心他们可能会被起诉 把资料转交给第三方 可能会让他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这样保险公司就可以发传票 离婚案中法庭也会发传票 人们有多少理由要索取电话公司记录就会有多少索取要求 批评人士对把资料转交给电话公司的设想并不满意 例如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 这样做可能会同样引起对侵犯个人隐私的担忧 事实上私人公司的客户信息似乎每天都遭到黑客的攻击 华盛顿的民主和技术中心主任莱斯利·哈里斯说 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行业 任何大规模收集电话记录都会威胁到个人隐私 把资料转交给电话公司或者第三方 肯定不能排除担忧和风险 可是问题的症结是由谁来掌握资料 我认为总统没有抓住要点 预计奥巴马总统会采纳顾问的建议 减少国家安全局检查的人数 减少储存数据的年份 美国之音肯特莱因华盛顿报道